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有拍大包為大家報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這一節的節目我們會講一個評論文章 他的評論位球員就是Tren Alexander-Arnold 阿諾特這位利物浦的集委球員 報道的媒體就是Independent 標題就是阿諾特可能成為英超的最佳球員 當他重新將利物浦的集委球員又集定位 這個21歲的球員真的令到剛剛那場對韋斯咸的比賽反勝 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他亦都是很多比賽的長次已經做了這個動作 或者這個關係成為一個反勝的重點球員 他亦都重新改寫了一個右閘的定位 OK? 看下文章怎麼說 在去年歐聯的決賽之前 阿諾特就在利物浦的城市那裡經過三個地點 三個很重要的地標 Royal Liver Building Crenard Building 和Port of Liverpool 他在那個時候 就說了他個人的一些野心是怎樣的 他在一個Monday Night Football的節目來講 加力查 另外一位利物浦的前球員或名宿 就問他 他有什麼野心 他喜歡做什麼 有什麼目標 阿諾特就這樣說了 我很希望可以改變到大家的想法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小孩子很想打雜毀 他們都不想成為另一個加你你為你 這樣 結果 他的確 就是做了這件事 將一個右閘球員的位置 和公用重新定位 很快 我們發揮了 就來到昨晚 或者早兩晚 利物浦反勝偉私行那場球的時候 也都在英超分數裡 拿了106分 這位 曼聯的前隊長 或者前 右閘球員 也都對於阿諾特 阿諾特做的事情 真是讚不絕口 那阿加利利維你怎樣說呢 他說這個右閘球員 即阿諾特 或者阿諾特 真是真是超級厲害 剛剛這位21歲的球員 在岩菲露 在韋斯行那場球 拿了兩個助攻 六個重要傳送 一八個足球 和三個籃子 他的傳送令到利物浦入第一球 然後韋娜杜姆頂入那球 完全是真是掌握到 球場上高的所有球員 都是停一停 以為那球出界的時候 他結果呢 做了一些沒有人做到的事情 那球球就是費命盧 一射那球就省到 Aaron Craswell 即是韋斯行的首位 之後呢 就慢慢流到國球旗那一邊 當所有的球員 都以為那球出界 預備去開國球的時候 阿諾特 阿諾仔 他把握到這個機會 他見到那球很慢 未流出界 而他亦都第一時間 作出一個精準的傳送 大家都以為 這個角度 沒有東西可以做到的時候 他就傳了那球出來 而那個位置呢 是剛剛好 他的隊友 韋拉杜姆呢 其實可能都未必有這個反應 但是正正他的球的位置 欺負到好處 韋拉杜姆都不用動太多 就已經能夠把那個球呢 頂了入網 所以這一球球呢 絕對顯示到 阿諾仔呢 究竟他的足球智慧有多大 他的傳送有多精準 還有他的隊友 可以比較容易 就可以頂入一個球了 那麼 阿諾仔其中說的一件事 他就說 最令到我覺得很特別很特別 或者覺得阿諾仔很誇張的一件事 就是說 阿諾仔的傳送 他 他 利物浦不是有兩個高大球員在頂頭槌 但是 他們有的在中間是誰 在那一球球 就是阿諾仔 和韋娜杜姆 兩個都不是特別高大球員 兩個都不是頭槌特別厲害的球員 但是 因為 由於他的傳送 令到 韋娜杜姆 或者一些 比較上 高空未必有一個優勢的球員 都能夠頂入 所以 這件事 是令到 加利利維尼 嘆為觀止 他直接說 他的質素 即是 阿諾仔的質素 是世界頂級 真的 那麼 加利利維尼 亦都 說到 好想自己都好像 阿諾仔那麼厲害 好似 其實 阿諾特 或者阿諾仔 經常都在利物浦的邊線幫忙 令到 利物浦的 有創意的攻勢 有創意的球員 就雙倍了 即是雙倍了 在一隊 歐洲現在來說 甚至乎可能世界上 最好的球隊來說 加利查就是這樣說 他們最好的機會製造者 就為他們的誘雜 來自West Derby這個地方 即是阿諾仔 這個真是很奇怪 和很瘋狂的 加利查也是這樣說 我都未見過 有一個集委球員 可以影響一隊球隊那麼多 有時 你會飄飄然的 即是當你說球員的時候 但是 當你想一下 他是在這個集委球員 大家想一下 以往集委球員 大家想到誰是最厲害的 可能是巴西的卡夫 或者是丹尼艾維斯 但是 去到阿諾仔 他直接是掌握了 利物浦的很多進攻的全員 以前 卡夫 或者丹尼艾維斯 大家都沒有覺得 影響 或者不能夠 是帶領著球隊 他直接是帶領著球隊 來打的 這樣 當你想一下他的時候 他就好像萬成的奇魂迪布尼 就打了右閘 這樣 他是好像一個中場球員 就兼任了 兼任了右閘的位置 阿諾仔 控制過足球 和他的傳送 斬球 在這個球會裡面 就在他的數據上高 充分顯現 他有十二個英超的助攻 已經是他去年整個季 做到的數字 等於了 即是再做就超越了 對於全英超最好的中場 他比較 迪布尼 他只是 他也是排第二 只是少 四個 即是絕對還有機會追到迪布尼 OK 他也是製造機會的能力 數據上來說 他也是緊隨迪布尼排第二 但是 如果說一些傳送來講 一些致命的傳送的話 他甚至乎超越了迪布尼 因為他在英超歷史上高 以他的年紀 做到一個二十五個助攻的球員 只有兩個 就是法比加斯和朗尼 即是比他年紀 第三個他就做到二十五個助攻 只有兩個球員 他只是英超 OK 他是第三個 OK 他對於一個普通集委球員來講 的分別 真的令到大家都忘記了 其實他只是二十一歲 但是 現在來說 應該在這個位置上高 應該在世界上 都算是頂級的了 應該 他的領隊 高普都是這樣說的 我想 我們已經 應該不再當 Arnold 是一個年輕球員 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球員 他也是一個球隊裡面 一個正式的一員 對 今年來講 看勢 阿諾特 應該如無意外 就可以獲得到 PFA 年輕球員的獎項 最佳 OK 他的名字 甚至乎 就可能在這個 不是年輕 是PFA 最佳球員 都會肯定是有個討論 即是說 年輕球員的獎項 就算是 最佳球員 他肯定都會有份 被討論 OK 在 麥胡 即是利物浦的訓練基地 這位英格蘭球員的成長地方 亦都 很多人相信 他 這位 球員 他的成功之處 其實跟他的態度 和他的 生長的環境 家庭的環境 是有關係的 OK 高普繼續說 除了受傷之外 我就不覺得有任何事情 可以阻止到 阿諾特 因為他什麼呢 他的態度 和他的私人生活 其實都非常理想 原來 阿諾特 剛剛在一月 上了一隊 三年的時間 即他的地標戰 就是三年前的一月 他說他本身來說 熱性 他有 冷靜 他有 這個環境 其實就是他的家 整個環境 製造了給他的 他和他的家人 是很親密的關係 這個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 他們會令到他 不會 被一些 其他的影響 其他的影響 我是很肯定 他的家人 是幫助了很多 因為當你想想 你成為一個出色的足球員 當你越來越出名 越來越賺到很多錢 的時候 你絕對會有飄飄然的感覺 但是 我 Exactly 知道 我絕對知道 他的家人 是會幫到他 回到一個現實 不會令到他很離地 這件事 對於一個足球員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亦都因為這件事 令到這位有天分的足球員 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去面對比賽 當你有一個好的態度 當你很喜歡這個足球比賽 當你有機會 經常有機會 在足球場上高表現的時候 又有一個這樣的家庭背景 你絕對是很有一個條件 去有一個很好的足球生涯 這樣 其實 阿諾特的影響已經 已經 伸延了很多 現在很多 在當地的小孩 都會說他們要學 The Trent 即是 阿諾仔的名字 Trent Alexander 阿諾 大家要學他 每個人都學他 在去年 歐聯冠軍 開國球的方法 以及那個快 希望可以 好像阿諾仔 可以影響到球賽 OK 所以 絕對 這位 右閘的球員 將 這個右閘的位置 和這個右閘的 對球隊的影響 完全地改寫 這個右閘球員 絕對是一個經典 他也應該 慢慢向著這個 英超最佳球員的方向 進發 OK 這篇就是 Independent的文章 非常仔細 以及說得很清楚 阿諾特的背景 以及他現在 對於這個 說真的 在足球上高 右閘這個位置 完全將定位改寫 以及 是非常小有地 一個右閘 可以令到 掌控了一隊球隊的 至少一半的 進攻全員 這真是非常特別的 OK 今次節目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 analysis 做一點 我們請來 提 Engine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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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